光复乡太巴朗部落传统议会行之有年 两个却因为非体制内任何决议不具效力 因此部落头目阶层干部是积极的推动重启部落会议作业 并且在8号由部落会议推动委员会召集人林万德 召开了第一次的部落会议 希望能够让部落传统议会组织转型成为 部落会议在体制内来推动运作 以往透过部落传统议会机制 由头目级祭司的召集与部落干部 接成代表共同开议的模式来商讨部落大小事物 而今天部落传统议会班底 但是由部落会议推动委员会召集人林万德主导 召开太巴朗部落首次的部落会议 未来要改以部落会议来接替 所有的事情都有第二次的讨论 还有现在我们要跟他可谈成 除了过人要召集的召集 也希望我们明天做一个成统之后 让大家告诉大家所有的我们部落的能够参与部落会 这才是正常的召集乘统议会 değil 今天我们也算帮都要跟其他的召集不一样 我们本来就有梯子啊 我们本来就有梯子给他 特别是部落阶层的梯子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 透过部落会议的召开 要将行之有年的部落议会 正式走入正规体制内 部落头目顾问群 齐老乃至于阶层代表高度重视 多数也表达支持赞同之余 也提出了意见讨论 希望能够制定更符合 泰巴朗部落属性的部落会议 既然部落会议会成立了 以后的部落会议就会在这个地方 那你们部落会议是谁又为什么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 没有法定啊 你们都还没有申请吗 对对没有法定 都只是在提建议 而没有复中行动来正式成立部落会议组织 那么今天会有这样的第一次部落会议 那除了遵循法规的规定以外 再来讨论是怎么样可以拟出一个 适合我们泰巴朗部落的会议组织的共识 透过部落会议的成立 让未来部落任何决议皆具有法律效力 除了是县政府中区服务处代表 光复乡长林清水率领乡公所圆明客长江彩霞也出席参加 提供辅导协助以及建议加速部落会议的成立 从传统部落议会机制走入现金的法制体制内 泰巴朗部落这一步起步的晚 但也因为出席户数未过半了留会 然而部落会议推动委员会认为危机就是转机 将按部就班的推动设立 成为未来守护部落最重要的防护网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